小豪子曾志豪在《大紀元》的專欄《不敢說》今期的標題是 除了小紅書,不如用《ChatGPT》字講 香港是誰管理、話事? 表面是特首,實際是北京,這個已經是常識 但近年又有新的說法說 表面是特首,實際是小紅書,所謂小紅書字講 誇張到連推動禁煙政策 政府官員也要搬出小紅書的贊成意見作為政策的支持基礎 難怪香港也不需要再有選舉了 因為有影響力的不是選票,而是流量 為什麼我要說不如用《ChatGPT》字講呢? 因為小紅書提供不了政治上的決策思維 最多只能告訴你香港餐廳服務員的態度有多惡劣 但如果要有一個理性的政策思考 還是要問問《ChatGPT》 我們就從教育局的事學報告說起 根據媒體報導,教育局上載十間學校的外評報告總結 先是批評學生被指唱國歌時,聲線猶躍 然後就是國安流動了 有一間中度智障學童就讀的學校 學生的能力大多數能夠數出一至三的數量 但就被批評常識科未充分涵蓋憲法和基本法學習內容 另一間嚴重智障學校也被要求儘快全面落實國安教育 你沒聽錯啊 教育局的官員居然對中度智障的學童要求 落實憲法教育、基本法教育以及國家安全教育 我第一個反應是 要有幾智障的人才會要求智障的學童要學習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呢? 真的呀!在看到這份報告時 我都分不清其實是誰更加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啊 我第二個反應是 啊!如何執行好呢? 會有什麼反應呢? 當特殊學校的校方收到這種評語 要求一個只能數到一、二、三的學童要認識基本法和國家安全 校方會不會有一種 如果他們能學習者設置知識 那麼他們還算是智障嗎?的感嘆呢? 我的小朋友早在幼稚園的時候就已經收到 學校派發教育局的國家安全小冊子 我當時非常震驚 幼稚園?K2的小朋友啊 國家安全? 小孩子連家居安全都未學懂 學什麼國家安全啊? 現在智障兒童也被要求要學習國家安全 那麼這件事和ChatGPT又有什麼關聯呢? 不是因為我想不通 寫這個報告的人有沒有真的用腦去想清楚 這樣的要求後方要怎麼執行呢? 這個要求又合不合理呢? 於是我靈機一觸在ChatGPT上問了這個問題 要求中度智障 數數目只能數到三的人士認識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問題 這個要求是否合理? AI的回答是這樣啊 考慮到他們的智力和學習能力 設定這種要求可能並不合理 1.認知能力 中度智障人士的認知能力有限 理解複雜的法律和安全概念可能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 2.教育資源 對於這些人士更有效的教育資源應該是專門設計的 符合他們認知水平的教育內容 而不是複雜的法律和政治概念 3.實際要求 了解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對中度智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影響可能很少 他們更需要的是能夠幫助他們獨立生活和融入社會的技能和知識 4.人道關懷 對中度智障人士私家不切實際的學習要求 不僅可能徒勞無功 還可能增加他們的壓力和焦慮 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 因此要求中度智障 數數目只能數到三的人士認識基本法和國家安全 不是一個合理的期望 更適合的做法是根據他們的能力和需求 提供適當的教育和支持 幫助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適應和成長 你看看這個答案 滴水不漏合情合理的 別說AI冷冰冰了 連人道關懷都考慮了 最重要的是 連AI都知道 了解基本法和國家安全 對中度智障人士的日常生活 影響可能很少 他們更需要的是能夠幫助 他們獨立生活和融入社會的技能和知識 我的天啊 我們這些收以十萬計薪金的官員 居然在這些政策事情上 連一個AI都不如 AI考慮的四個方面 不知道官員有沒有想到過呢? 嚴格來說 不如先用ChatGPT 問一問人的意見 心有個心有個底 至少都知道自己的決定 究竟有多麼違背常識啊? 不過最近OpenAI又好像是限制某一些國家和地區使用服務 其中就包括了中國和中國香港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資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